那麼搶救八千 賞款全台總動員 透畫面看到是在高雄的捐血中心 那麼在中午的時候呢 瞬間是湧入了近百位的民眾 大家都要晚秀來捐血 甚至還有私人的醫院 是讓醫護人員放假三小時 包計程車送全體的員工去捐血 那麼趕緊來聽聽看現場民眾的說法 身體狀況順便給有需要的人 如果說我們血液的部分 是針對他們有需要的狀態的話 我們就讓他們去使用這樣子 剛好第一次上有八千的事件 我想說這邊捐血一下幫助他們 踴血踴躍造成現在高雄捐血中心 捐血還要等兩個小時以上 而會有這樣的現象 主要是因為這一次的粉塵爆炸意外 造成498個人燒烫傷 很多人在網路上呼籲 這些大面積的燒烫傷患者 未來開刀的時候呢 可能會需求血漿和紅血球 因此鼓勵大家要晚秀捐血 來幫助傷患 不過協議經濟會剛剛也緊急的呼籲 其實目前全台的庫存血漿是足夠支應 各醫療院所使用 即使增加超過500位的燒烫傷患者 現在全台的血庫還仍然是夠一個半月的使用量 所以呼籲民眾其實只要按照既定的捐血 騎乘來捐血就可以不需要一定要集中在這個時段來捐血 因為其實血漿它的這個 是有一定的這個儲存的存量 所以呢儲存的期限 所以如果集中捐血的話 還可能會造成血液的浪費 以上現場最新情情 請鏡頭交還鋪內 謝謝金營看到搶救8000的燒烫傷患者 很多民眾呢趕緊來捐血 但是要提醒大家 目前血庫用量是足夠的 叫大家呢希望不要在同一時間搶捐血 因為哈德這個時效呢是會過期的